接下來題目也不太要算 就跟飽不飽和有關的問題 跟你講說有個50克的水啊 三個燒杯啊 裝那麼多硫酸鐵啊 然後顏色淡啊 然後有沉澱啊 問你怎麼回事啊 好來來 顏色最淡代表什麼意思 它應該濃度最小嘛 底下有未沉澱什麼意思 飽和嘛 那顏色就應該比較深嘛 所以呢 魚餅有沉澱表示飽和 然後呢 同樣溫度濃度就應該一樣 然後呢 假顏色淡表示它就未飽和 所以它的顏色會最淡 那麼再加5公克 魚餅都不會增加 它已經裝滿了 不會再裝嘛 所以呢 顏色就不會變嘛 但是呢 在加熱的話 可以提高溶解 就可以再多溶一點 可是你加熱以後 還有沉澱 你表示它還是飽和 只不過這時候濃度會比較大 比較大 同樣的溫度呢 濃度飽和濃度一樣 不同溫度呢 飽和濃度不一樣 所以因此我們知道呢 答案的應該選的叫做C OK 這就是有關於 飽不飽和的問題 所以 如此 這般 怎麼樣呢 好 三個一樣的水 兩池糖 四池糖 六池糖 喇喇耶之後 腳完全溶 以柄有固體 請問你甜度 那應該是越濃的就會越甜嘛 濃度如果一樣就會一樣甜嘛 一樣甜 然後在家會怎樣呢 現在要找大美女的是嗎 大美女 Number 4 4號 你的答案 害羞那一項喜歡大自然 多少 5 4 3 2 1 請坐 5 5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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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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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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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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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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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去算,它的濃度應該有多大 有全融就很好,直接做 沒全融就不可以用,要用那個有融的才能夠算 我們算是溶解的濃度,有融的才有算 沒有融的不能算 所以停車戰界問,這個答案應該是多少呢? 帥哥男 23 23 23 24 你們說什麼? 你有答案嗎? C 你選的叫做C 有告訴你,融解度要檢查有沒有全融 20克 100克攏30 所以10毫升就10克只能容3公克 你給我4公克是沒有用的 我只能容幾公克? 3公克 所以不能全容 因此你要帶進去那個就是10毫升10公克容3公克 所以計算是下面的糖水糖加水是10跟3 10跟3然後容3克 所以大概是這樣 所以我們答案選的是B 只有是要告訴你 我提示過你的事情 題目有告訴我飽和濃度 題目有告訴我溶解度 你要做的題目計算前或計算後 最好在計算前至少在計算後要檢查有沒有超過 不要人家告訴你飽和濃度20% 你算出個22%你還好開心說我算出來了 不可能那是不對的 所以要注意一下 就是有沒有全容的問題 OK嗎? OK 很好